星期日,又到贏球攻略的時間 繼續有我肥蘇和好拍檔盤王傑 傑仔今天不知是否遷就奧斯卡 奧斯卡在周中歐聯入了一個非常漂亮的入球 四十多馬,窩裡臭,腳趾被拉小 最重要就是幫到大家 我記得盤王傑那天,看好車路士贏 最終都贏了,而且入球很大 這屆的入球能力真的很厲害 星期日,看看賽事是否有很多入球或易玩 希望帶出很多好的資訊和提示給大家 先來荷甲,荷甲賽事 先來一場韋迪斯對穿迪 韋迪斯厲害了 這群球近年真的是一枝崛起的 其實說得難聽一點,叫什麼五角五角 挖起了一支球隊 源於這群球隊,大家對他比較陌生 源於很簡單 就是一個老闆 格魯吉亞的老闆 入主了 雖然他不像埃巴默治那些那麼有錢 注資之後,一個良好的發展 所以韋迪斯現在人腳表現越來越好 但是這群球的厲害的地方就是六戰全勝 不過是作客很厲害 還有主場來說,他的聯賽只是輸過一場 穿迪,綁手的穿迪也是輸過一場 同樣一樣 但是和球就叫和多了兩場 這場正正就碰穿迪 第三位的韋迪斯對著綁手球隊穿迪 上一場,阿迪斯 而是體現到這群球隊 其實防守能力也一定的 而且前線能力相當好 尤其是魯頓這個領隊 是能夠善用陣中的球員 尤其是我自己最喜歡的前線 科特迪亞的前鋒 幫尼 這個幫尼 但是他現在很有趣 他將他擺在位置 不是最前的中鋒位置 他擺在第二前鋒位置 還如雨得水 前線反而有一個曾經效力過 PSV園圖分的巴西籍前鋒 尼斯 所以這群球隊的能力相當高 幫尼上一場也能夠梅開二道 川迪近期聯賽都相當OK 但是比較反覆一點 就有些賽事 不知道是不要 甚至是有些專注聯賽的原因 我自己有一點覺得 他的聯賽上一周 我記得上星期是傑仔比 回去主場3比0 其實足正道很明顯的 荷蘭杯輸給丹寶樹 荷月球隊 歐巴杯可以0比3 輸給利雲特 但是回聯賽 大部份都贏了 所以這群球很厲害 這群球隊 兩強相遇 怎麼搞 我看好入球勢 但大家都知道 荷蘭球普遍都喜歡入球 但這群球我比較看好勢 為什麼呢 維迪斯主場不是厲害 川迪作客也不是厲害 就算對好中客的球隊 就贏1比0 或1比1 就是證明他的入球能力 不是很好 所以你看回這場球的指數也挺高的 入球 早盤川迪是讓人平半的 現在都落平手 有個大小 三球現在都縮到落兩球 半三球 所以 我看好勢 因為指數也挺高 而且看回兩隊的 作客和主場的成績 很普通而已 其實這兩隊球有別於一般的荷蘭球隊 我自己覺得 維迪斯剛才也說 他不是真的說得難聽一點 大家也認為在思維上 荷蘭球當然是否也攻 就是不是也攻 這兩隊其實 你看到維迪斯 也有板有眼 即是他們的失球 現在都是失九球球 入球不算特別 但其實現在21球也算是OK的 他跟川迪類似 川迪進入24球失六球 其實大家看到的 即是不謀而合 大家都是有一定的功力 但防線也要先做好 川迪也是 川迪近年 他的成績好 其實除了見機於 其實很老實說 荷蘭前列球隊有哪一隊不懂得攻 反而懂得守 主要是川迪 真的懂得守 所以他們失球比較少 所以這場球 我跟傑仔的看法都是類似的 我覺得入球大 尤其是荷蘭球 那個入球指數 參加指數有很多 所以很多時候未必能打開 好像上一章 傑仔也說 威者飛燕樂 上盤 但未必能打開 但最終都是三球三球半 我記得那場球最終都是三球 這場球不妨考慮入球勢 另外 上下盤有沒有信心呢 我覺得差不多 差不多 因為指數又不是多 如果真的要看主隊 要選一個盤 要看盤 這場試一下 考慮入球勢 這場我自己覺得 異味又不同 要看盤 撕和尼 對著亞即時 撕和尼 撕和尼 在尾三的位置 但這場球 都頗好 又是很肯攻 無論看到他們的荷蘭杯好 甚至上一周 在聯賽都一比二輸給海倫分 其實這場球好的地方 就是大致上 他們輸也好 都能入球 又很肯攻 作客 對著華奕克 好像生日一樣 兩次對著他都贏過聯賽 和荷蘭杯都贏過格式格 曾經4比2贏華奕克 以及2比1贏過的聯賽 但主場對著PSB的園頭分 都是1比2輸球 但竹正 好像傑仔所說 他們不會大敗 很少大敗 曾經說 近期大敗 就是0比3輸給荷華高斯 至於亞即時來說 周中打了一場 你說他打得差 他又不是 但他們也有權輸 最有什麼 竹正的防線 不是很穩 不懂得搜球 拿著兩球起手 不懂得搜 這就是亞即時現在的問題所在 這群球其實功力也一定 以及表現也一定 但是防守力不夠 上一場聯賽力也0比2輸給維迪斯 但之前作客也是和 菲宛諾2比2 竹正 好體現到 其實亞即時 懂得攻不懂搜 而且作客能力 所以不懂搜球 作客能力相對比較差 對 所以你說今次這場球 就看回 早盤 亞即時仰球半 現在都回到1球 1球1球半 入球大小就沒有變 3球3球半 我看好入球大 這場 我看好主隊的 我看過斯和尼 雖然其實亞即時作客挺好的 但我看他近幾次 歐聯之後的成績都很弱 所以你看看斯和尼 你穿著PSV 彥濤芬這麼厲害 也是緊輸的 所以 因為歐冠之後 我覺得亞即時會弱了些 所以我看好主隊 撐得住 而且我自己覺得 因為亞即時和球太多 其實作客經常都和 他能夠入球的 但他的防線就是守不住 所以他們5場作客1勝4和 入14個球失9個球 所以這場我自己覺得 傑仔要的下盤 斯和尼 以及入球大 我自己看好一點 兩場賀甲 看看能不能幫到大家